说起无人驾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特斯拉这样的电动乘用车,但在冶金工业领域,被称为巨无霸的铁水运输车,现在也具备了无人驾驶技术,这在中国冶金工业历史上还是一个新鲜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 焦阳似火,8月14号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在中野宝钢重型机械分公司大院里,枕装待挖的9台铁水运输车,神批大红花,即将交付给山东省石横特纲。 这9台铁水运输车每台车的载重量是260吨,填补了200吨至380吨载重能力的一个空白区域,满足了钢铁厂更为多样化的需求。 在宣布车辆交付之后,铁水车驾驶员先后给观摩者演示的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两种操控方式,这次的无人驾驶通过司机手持遥控器进行一系列操作。 对于铁水运输车而言,无人驾驶操作不仅要求车辆完成前进、后退、转弯等基本的驾驶操作,还需要完成车辆在钢铁厂进行装载、保温盖、闭合、打开等一系列生产应用场景下的操作。 这就比一般乘用车的操作要复杂。 事实上,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是中野重机这几年在智能制造领域不断发力的一项成果。 作为在冶金大物流领域实施无轨式运输核心装备研发制造的领军企业,智能制造是中野重机的基本策略,直接对标了冶金工业智能化的潜在需求。 从它的局部的功能遥控到整车的全部遥控,这需要几个步骤。 我们现在这辆车实现了全部的遥控,这样对后面的无人驾驶和可视距的一些操控,我们奠定了坚实的技术。 今后全部的实现,我们加装了很多GPS之后,摄像头之后,全部实现无人驾驶的这种技术。 在公司会议室里,中野重机的技术人员还进一步演示了铁水运输车的远程控制操作。 远程控制的关键环节是车辆远程信息管理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操作人员可以在电脑端完成各个钢铁厂内铁水车的无人驾驶组业。 记者段小龙,钟宇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